强化学童的英语能力 龙井区龙泉国小跟学校的百周年教育基金会合作 在暑假期间举办了三梯次的英语生活营 不但提供学生免费来参加 还邀请到外籍教师现场指导 像是学习生活、英语对话、各国文化特色等等 并且结合游戏的方式吸引学童的注意 希望借此启发他们对英语的兴趣 外籍老师在台上出题 同学们纷纷举手用英语作答 为了强化孩子们的英语能力 龙井区龙泉国小与该校的百周年教育基金会合作 在暑假期间举办三梯次的英语生活营 希望用轻松的方式鼓励学生开口说英语 只要他们能开口跟外国人接触的话 他们就有兴趣 所以说我们百年教育基金会 直到这一次学校的活动 我们全力支持 藉由乐趣化的学习方式 让孩子们学会英语的基本沟通能力 扩展孩子们的国际视野 培养对国际文化的尊重与了解 校方表示这次的英语生活营 费用全都由学校的百周年教育基金会赞助提供 同学们不但能够免费参加 还邀请到外籍老师现场指导 像是生活英语对话各国文化特色等 并结合游戏的方式 让孩子们能够学会如何用英语表达出来 很棒 学到很多国家 还有那个国家的食物 还有那个国家有什么特别的 就很好玩啊 就是可以教很多就是新的国家的职业 我觉得学习的表演都很好 他们非常交叻 小朋友学习态度还蛮不错的 互动性很强 都会先举手 然后他们不会害羞 所以他觉得这个学习态度 就他的英语水平来说是蛮不错的 校方也希望借由营队举办 不仅帮助偏乡学童 启发对英语的兴趣 也能充实暑期生活 拓展世界观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